Service Account 当然解释是服务的帐目 当然这也是说贸易的 所以也可以叫Invisible Trade Account 无形贸易的帐目 也是QRM Account里面的 当然包括了出入口 记录出入口服务的数目 包括了运输服务 Tourism 旅游 Communication 通讯 Financial Service 金融服务 专业或者商业服务 总之是服务的出入口 对外的出入口就记录在这里 例子就是 Travel Service Exported from Hong Kong 我们旅游团 或者我们 香港航空公司提供航空服务 给外国的居民 这个就是卖些东西给人家 就当服务的出口 赚到钱 所以收钱 所以就属于Credit Entry 调转 Debit Entry 就是Hotel Service Provided by Foreign Residents 例如我们去外国 住酒店 在外国的酒店 提供服务给香港人 对香港来说就是属于入口服务 这个是付钱出去的 所以属于Debit Entry 这就是服务的出入口 简单来说就是 你计算出口还是入口 其实很简单 你收人钱一定是出口 付钱人家就当入口 如果对外的话 这个可以计算平衡 Evisible Trade Balance 那个Balance就是 Surface Account的Balance 那个差额就是 当然将出口服务总值 减入口服务总值 当然也算 当出口服务总值 大于入口服务总值 我们叫做 Invisible Trade Balance 无形贸易的差额 大于0 我们叫做 Invisible Trade Service 无形贸易的盈余 产生 相反 Invisible Trade Deficit 到出口服务总值 小过又要服务总值的话 当然我们在相等的理论上 Balance Invisible Trade 在无形贸易里面 就得到平衡了 所以就算是差额 所以例如 我们不是account升的 是Balance 是大于0 小于0 是上升的下降 通常是Balance Balance 就是差额 也要留意有些 remark 就是发觉 我们通常当 Trulism expenditure 除了留意 全部都是export的services 所有的 包括了 如果来香港旅游的话 他们在酒店的住宿费 食物 或者他们去的景点 参观 授出的费用 甚至买东西 在香港买东西 所有旅客买东西 都读香港来说 是export services 出口服务的 OK 我不管他是买什么 甚至买些紀念品 souverneur 这个里面是货物 但是我们留意 所有旅客的支出 全部都是服务的 支出 留意一下 他买就是来香港 例如来内地 来香港买礼粉 他的支出 都是对香港来说 服务的收入 对香港来说 要收钱 就属于export 和服务 就不是当是旅客 如果是旅客身份 这就是一个做法 因为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们不知 他买 很难界定他 是买些什么 所以索性 全部都当是服务 留意一下 所有tourism 的export 是当是 services 的export 如果是别人来这个地方 买东西的话 例如香港人去日本来 去买很多药妆店 买很多药品 化妆品 虽然我们去到外国 虽然是买货物 但是对香港来说 是属于inport 和服务 因为现在是旅客身份 来买东西 当然对日本来说 我们是属于export 和服务 他们是收钱的 但是虽然 我们不是出口货物 而是出口服务 所有旅客身份 买的东西 都当是export 和服务 很多考证 都是一个普通错误 留意一下 在下面说 假如在香港买奶粉 200元 在香港 是属于export 和服务 如果那个奶粉 是从日本 买回来 再卖给内地游客 有一届100元 因为直接不是旅客身份 来买这个 从日本买这个奶粉 所以这个属于香港 是在香港说的 inport和服务 分成两部分 买回来的时候 香港的厂商 或店铺 在日本订购 买奶粉 回来 日本 对香港来说 是inport和服务 但当我们买这些奶粉 给内地游客 因为内地游客 用旅客身份 来买 对香港来说 属于export 服务 虽然两个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来买 莱乙花 香港也赚了 有这个Value Added 增值了$200 第三个就是Income Account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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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